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我想请咱们可以聊聊这个事 因为最近也是最近的大话题 当然你拿人家死人当热门话题 这也应该表示哀悼吧 应该是表示哀悼 北京晨报登出照片 你看看 一个叫江岩的女人从24楼跳下来 然后呢 这个坠楼的呢 你看这是24楼 然后呢 这个第二张照片就是坠楼的是在这个地点 然后这个是这位31岁女子的博客 人家讲是一片黑色 好像预示着不祥 说白了 你也看了这个故事 他就是怎么着呢 老公跟另外一个第三者 然后呢 据说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 就等于在他死前两个月 他就在博客上开始写这种日记啊 那就是 然后呢 到12月27号 这一天 服下安眠药是吧 对 服下300片安眠药 而且中间我想他先生是一直想要跟他离婚啊 想要跟第三者在一起 但他不肯 嗯 然后呢 抢救过来了 抢救过来的这姐姐陪着他吧 你看这个人呢 死至已绝啊 抢救过来 回到家里 姐姐陪着一个不留神 从24楼跳下去 就死了吗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难过 但是我必须说 在我看过的为情自杀的故事里 这是一个原型 啊 就是一个基本的形式 所不同的 对 就是 所不同的东西在哪里 所不同的只有一个 因为他用博客 当成这个 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的工具 否则事实上在世界上 啊 尤其是在华人社会 因为这样事情而自杀的女人 或男人 非常非常的多 这只是一个原型 你的意思说西方社会这种为情自杀都会少一点 西方社会杀人的 为情杀人的 恐怕会多一点 对 他说的还真实 西方人啊 他有种这个动静 还是怎么叫他 好像听到的就是这种 自己去死的比较少 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东方人 尤其女人 在感情上面 人哦 在感情受到了伤害的时候 其实可能会有三种面对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报复 我报复别人嘛 对不对 伤害我我就伤害你 那第二种报复 第二个方式是 我用自虐的方式报复 让你心里永远不在暗影 对这叫做自杀 那第三个就是真正面对 可是我们比较难去真正面对说 好这个感情 我失败了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东方很讲 因果报应 我们常常为什么说 原配自杀的人 比第三者去自杀的人多很多 哦 有这个统计啊 对 因为原配会认为说你们是错的 你是肩夫 你是淫妇 对不起 你们两个借我一下 没错 你们两个是错的 我是正义的 我是正义的一方 为什么你们两个那么快乐 而我在受苦 为什么你们要威胁我 离开我的位置 所以原配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其实感情是这样 它不是对不对的问题的 它是一个爱不爱的问题 当别人不爱你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承认 你必须居于正义的一方 于是他常常会用我自裁 然后来报复你 但这样说来 这种自杀 它还是基于很强的信念 一种对人性的信念 就是意思说 假如有一天你知道我是死了 你一生不得安宁 有这么一种信念在你 他并不是什么都不信 那我不知道在内地 是不是有同样的习俗 在台湾有一种流行 自杀者常常穿着红衣红鞋 是吗 那为什么你常常看到很多 警察去处理自杀案件 然后上吊的人都穿着红衣红鞋 因为他们是想要 有一个这样的传说 就来世变成厉鬼 要来报复 所以自杀 归根界地也还是报复 所以其实是报复的信念 那有关于要用自杀来报复 其实这件事情很残酷 我常常劝人家说你真的完全不用自杀 因为自杀不是很好的报复 作为报复手段不太有效 据我的统计 通常如果我今天想要自杀来报复 你有第三者 我是希望怎么样 好 等我挂了之后 你们两个不可以在一起了 你们会有道德良心的谴责 别人会指责你 徐老师你好像怎么会不会 我觉得你好酷 很酷 徐老师 你真的很酷 可是事实上我觉得那种谴责 其实人类是健忘的 很快过去 对 死者虽然伟大 但是对死者是健忘的 后来差不多过了两年的时间 平均人人会开始去同情 这一对肩伏跟淫妇 虽然在背后议论纷纷 他会觉得说 一个自杀者本身也应该是有某种严酷的个性 这样残酷对待自己吧 所以这个人 也许是你先生他有外遇不对 可是他也应该受了苦了吧 反而后来 他所谓的肩伏淫妇 幸福快乐在一起 而且信念越来越坚强的还很多 所以这个报复不成功 所以你婉转的劝告大家此法不通 对 我就说我可以给你念念 这个网上的这种跟帖 也挺有意思 你知道他这个事闹的是什么呢 他自杀之后 因为他是在博客上写 我为什么自杀 我老公找女人 他早就公布 把照片都公布出来 然后呢 这边网络民兵嘛 就出来了 好咋就上网了 我姑妹没准连什么认识他们的人 都把这信息弄上去 然后都在谴责 把他老公弄得一点 退路都没有 对 然后现在是他老公 据说啊 据报道啊 他老公和那个所谓第三者的公司 已经让他们暂停工作了 因为这个公司可能觉得网上怎么都在谴责他 什么潘金莲 陈世美什么的 是吧 所以说 我看的是他老公 这是一个家庭的实质 但是 老实说只要自杀确实是一种报复 因为只要是你的另一半自杀 而是因为你的错的话 你其实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但是我必须说他的为情自杀 我有提出另外一个观点 其实如果你看他从筹划自杀到后来真正自杀 时间那么长 死意那么坚决的话 其实背后还是有一个东西在作祟 是忧郁症 人在一个 是忧郁症 忧郁症 抑郁症 抑郁症 我想对 也就是说 他其实长期人类的心理是这样 如果我长期像一只老鼠一样 我一直想要得到我的食物 然后可是呢 我一直没有办法得到 然后到处在碰壁 然后我又在原地打转 你一定会得抑郁症 在我所看过为情自杀的这些人 他前面大概都有两三个月黑暗期 他不能吃不能睡 然后一泪洗面 而没有人注意到他得了抑郁症 只是注意到说 他是被辜负了 所以每个人用言语劝他 其实那时候没有用 你的脑飞已经改变了 但是抑郁症是不是也是女的居多 抑郁症女的居多 但是如果因为抑郁症的自杀 男生的成功率比女人高一倍 我看过一个 对 我也看过一个调查 就说是生成自杀的 女人比男人要多 但是成功自杀的 男人比女人要多 就说女人往往要自杀 但是没死成 男人呢 刀片太薄 女人的自杀常常是一种 一种威胁跟报复 还有告诉你 我的底线在那里 那你是不是要来救我 所以有一次 我在台湾做节目的时候 访问一堆 为情所困之女明星 还有这么一堆啊 一堆 然后后来每一个人 从第一个开始 他就把手臂拿起来 告诉我说来 那个淡如 我来给你看 哇 上面十几道 然后第二个 又撩起来 上面十几道 那我就告诉他们说 拜托妹妹们 请你不要再做这件事 因为你说的对 你自杀之后 那个男的离开 你那没 你说啊 我这个人 他走了 有时候看 因为他怕 男的看到这种情况 真的怕 我有时候看细节 我已经在很多女性身上 就吃饭的时候 她没留意 咱也不好问了 就会看到在这个位置上 有刀痕 有烟头烫的痕迹 当然你不知道她是怎么弄的 但是我看到好些个女孩子 这儿啊 这儿都有这种痕迹 纹身吧 艺术吧 艺术 咱去广告商量一下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现在网上啊 俨然形成一个道德法庭 可这道德法庭 跟真实法庭的区别在哪啊 举证的事实 是没有 是靠不住吧 所以说现在你看 他有 但是有些人呢 这个人民陪审员呢 他在网上他提供 比方说一提供 大家就说说啊 这个男的为什么不是东西呢 因为这个男的 好像当年在求学期间 是吧 这个女的苦把苦熬 供给他这个钱 然后是这么一个婚 夫妻关系 这个女的付出的太多 然后这个男的啊 还要找别人 还要跟他离婚 所以说你看见 有人骂吗 当代陈世美 潘金莲 绝对非他们两个 见人莫属 不过我也看到这样的话 说这位网友说 我看到隐藏在各种名义之下的正义 比如大多数弱势力 弱势方死者 我看到隐藏在正义下的 成千上万 庞大的肾上线 我也看到任何敢于跟广大网民 这双眼号广大网民对着干的人 被骂得狗血喷头 我没有看到我期待看到的一句话 兼听则明 说听取一面之词的我们 被网络消遣的还不够吗 我们在网络连接的什么电脑后边 导致我们的言论不用负责任 但是也导致我们根本没法肯定 事情原本的样子 他就意思很多时候 连你家隔壁的事 你都不见得说得清 谁是谁非 就是在这个真正的事实弄清之前 我们要这样急于的去 谴责发英雄帖吗 也有这样的意见 我想华人的社会 其实是有很温柔的一面 就是死者为大 所以你不可以批评死者 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 所以当然了 如果你没有说 站在那正义的一方的话 你很容易被牵制 但是但如你看 你也是这个婚姻难题专家 问题专家 你觉得像付出 这个东西 你看我老在想一个问题 咱们从来说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最值得讨论的问题 有情有益 有情有益 其实啊 这人要说咬紧后槽牙 可以做到无情有益 对 但是呢 就是这个 因为感情是很生物的 就没有办法 比如说爱情失去了 可是的确啊 当年供国患难 甚至当年呢 你惠我良多 对 那但是说这不是 不像说哥们 就是我 我怎么回报 女性在感情中 她没有办法 很理性的跟你谈这一块 但是说实在 这两个人的关系 假设我是那个女生 很好的这女生她自杀的时候是31岁 男的是28岁 我想这女生比较早出社会 所以她对这个男性 一定是有很大的付出 甚至就像母亲或姐姐 或朋友 反正什么样的情感她都有 而且把她当成人生的全部 所以她才放不开 这我们是可以同情的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我付你学费 让你读完大学 那你赔我一生 你觉得你公平吗 这不是浅背责了吗 这不是浅背责了吗 对 你觉得公平吗 但作为男人来说 应该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不到万步 不想好将来的事情 别受人家的学费 对 但是很难 就是说不要靠女的帮助 来完成自己最基本的事业 这个欠情欠得太大了 对 一般来说男的 如果一正常 我以正常心来说 你要这个时候接受 比方说你找了个女的 她的父亲是很有地位的 你是靠着她的这个父亲的支持 踏上了你的第一步的 等等 你将来就一辈子欠了 那要是反过来呢 还啊 要是反过来呢 反过来就不欠了 女的欠男的 但是后来女的要把男的登了呢 那女的她就不欠 男的 女的不觉得欠 这正常的 对 女的会觉得她有不错 这男人是你给我靠的吗 女的不整天说 我没有可以可靠的吗 女生并不觉得说 然后反过来 说是男权社会 对女性的弱势的压迫 就是这样 就明白了 反正男的 所以男的有两剂 一剂就是说 不要太轻易 接受女的的帮助 就不要 别吃软饭 第二 看到手上有刀横的 你得警觉一下 对 我这个 看看你是不是不够坚强 我绝对是赞成 可是其实感情是盲目的 你一定没有外遇 而且你也一定都用 很这个聪明 锐利的眼光 在谈感情 不 你要想好 我不是说 你不能爱一个 手上很多刀疤的人 但是你要想好 你这个 这一 怎么来说 这个悬崖 你要上啊 你要想好自己的身手 行不行 很多人 就是眼睛才一张开 就已经站在悬崖上了 很多男性 常常对于手上很多刀疤 很多的女生 特别的 不是有同情 如果她长得漂亮的话 因为她会觉得说 因为你以前 没有遇到过 你的真命天子 现在我来了 但是 你就发现 一个人行为模式 一个女生 如果用自杀来当手段的话 她永远到了 她的最后关头 会出这个 为什么 因为她不善解决问题 她只好把最后那招亮出来 我有个朋友 有过亲自的这么一个选择 她一个女朋友 吵吵吵吵 不好 但后来呢 突然那个女的就是说 想要 电车下面去自杀 然后她的朋友 找来找到 我这个朋友 说有这样的情况 我那朋友 怕了吧 她就说 那还是和好吧 她的意思就是说 要是这个女的 为了爱她 去自杀的话 出人命 她说那还是和好吧 结果帮她调停的 这个人 她是女的的朋友 她观察了一下 她就说 算了 为什么算了 她说 你是在同情她 你是在害怕 你不是真的爱她 所以在这种情况 我们还是想办法 让她先稳定起来 因为假如现在 把你们就合在一起 又好了 或者结婚了什么 将来那个电车 永远在 对 讲的非常有道理 而且你刚刚讲的 那两个 我完全都赞成 就是女人的付出 是很贵的 我来解释一下好了 女人的付出 是很贵的 你千万不要 从女人这里贷款的 利息是无底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我都会跟你讲说 我爱你的时候 我都无怨无由 其实没有 她希望在感情中 得到抽象的回报 她也许不要你买房子 跟车子给她 可是那种不要房子 跟车子的女人 最贵 然后为什么说到最后 女性常常会用自杀号 你辜负我 我就自杀 而男性到最后 我养了你半天 我包养你半天 好了 你辜负我 我就另外再去 OK啊 为什么 因为女性觉得 我付出给你的 是身体加钱 你们会觉得 你付出给女性 的是身体加钱吗 你觉得只有钱呢 她付出的是 第一手的自然之言 那你付出身体 这是你们好的 我们也付出身体 这是女性的传统思想 对 我觉得女人 自居弱势 自居就是说 自己的身体 被利用的思想 我是没有这个概念 对啊 那俩人好的时候 不是同框共乐吗 对 她的感觉是 马来西亚的森林 碰到日本的赵子叶 我们牺牲的森林 是一次性的 你那个赵子叶永远在 反正女人的债 是不好欠的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 但如你看讲自杀 我就不得不 哪壶不开提哪壶了 因为也见到过 你在公共场合也讲过 就是说你们家里人 也有这样的惨剧 对 我不是自杀专家 但是我大概是台湾作家里面 第一个把自杀拿出来讲的人 因为我弟弟是自杀的 那我大概解释一下 很年纪很新 对 就是在我30岁那一年 我弟弟才刚从大学毕业 没有多久 然后在当兵 那我弟弟呢 他是一个 我想他是一个 耐挫折力比较低的小孩 因为从小聪明清秀 然后从小到大念 都是全校第一名 一路从建国中学念 到台湾大学奠基系 都是第一志愿 可是就在他大四毕业的那一年 就是感情的问题 他的女朋友 就在他当兵的时候 跟另外一个学长在一起 那我弟弟刚开始还很潇洒 他就跟他说 那没关系 我们就分手吧 你也照顾我很多 确实是那个女生在照顾他 我都看在眼里 那我们十年之后 在某个地方相约 前面都还是文艺小说的 可是有一天呢 他就从当兵的地方回来 他找他女朋友找不到 我想他认定就是 女朋友就去约会了 虽然已经分手了喔 协议分手 可是那天他就坐在他家 十二楼上面喝酒 然后他就跳下去 所以那件事情 其实给我很大的打击 那个打击你 我觉得其实自杀的人 我后来想想 我那时候一直很担心 他说跳下去 那一刹那会不会痛 其实这件事情 痛了我很多年 可是我后来发现 痛了更多年的 其实是家属 嗯 家里人 生则 死则已宜啊 生则何孤 你们要整个重建 然后要面对这个 家里有人自杀的话题 为什么 其实需要很久的时间 那我的母亲 他们 当然我觉得老人家会 很承受不了 一个小孩养了这么大 也什么都没说 他就自杀了 于是他一直去追寻凶手 就是他一直去找 他那个女朋友 就是都是因为你辜负 我想这跟很多 网民是一样的 对 但是我一直告诉他说 不是这样的 其实他也是受害者 因为活着的人 必须承受更大的压力 是超乎你所想象 你说死亡就是一秒钟吗 死了就不知道了 但活着的人 一辈子都知道 他是为我死的 而且我弟弟他当时 他的遗书到现在 还在我的手上 我不让我的家长看到 就是他其实也策划了 两三个月 就一步一步 好像张爱玲的小说一样 不是 他把自己推向 那个没有光的所在 那一直在他自杀前的 前两天 我就看到他在床上 一个人就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 他也都不告诉我 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拍拍他说 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啊 然后我还给他钱 我说你可以跟朋友出去玩 我把事情想太简单 我其实当时没有想到 我相信 因为他在那个黑暗的 运作里面 他的抑郁症 应该已经 就是一分一分的浓了 然后他那时候 一直哭着说 来不及了 我听不懂 因为他也不想说 后来我看他的日记 他两个多月前 一直到他自杀的前一天 他已经都在盘算自杀 而且我觉得他的第一页 对我而言最残忍 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时间 像我这么阳光的人 我很难好 后来直到我写了一本书 去讲出一段过程 我觉得我稍微治疗了一下自己 他前面的第一页写说 今天是我姐姐的三十岁生日 我开始筹划自杀 你想想看 他整本书里面 整本日记里 他没有提到父母兄弟 他还有哥哥 因为我对他最好 可是他给我这样的礼物 对 有心事让人觉得 当然我后来没有去追索凶手是谁 因为我说老实话好了 其实我弟弟 他是一个面目很清秀的人 然后他在大学时代 其实他不只这个女朋友 甚至在他自杀之前 我想他跟几个学校里面的风云人物 女生都有交往 可是因为他的耐受挫折的能力低 因为他一向都是顺利的 所以当这个女朋友 就是跟他最固定的这个 去投入别人怀抱 他是受不了的 他其实是想报复的 你觉得他是报复 他是报复 还是说不甘 不甘呢 报复跟不甘 应该是同一回事 所以 多 是多 才多大 二十出 好不值 让我告诉你 我亲眼见过 在深圳的一个海燕酒店 见过一对男女 自杀 下来以后 我看到他们的尸体 被人吵吵打理 然后旁边酒店工作里面 都在说什么 谁负责那个窗单 谁把这个窗单 帮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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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负责